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看大山 今天呢,咱们再来聊聊老旧小区旧楼改造家装电梯这个话题 其实这个话题老宋不是第一次聊了,也说过几次 很多老朋友看过的都知道老宋的个人观点并不是特别赞同 当然这只是老宋的个别观点啊 有很多朋友也不认同老宋的观点,为什么? 说老宋你说的不对啊,为什么老宋说的不对啊 这是什么?这是国家倡导的利民政策 是为了广大老百姓谋取福利的 尤其是对老年朋友来说 你说现在有的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了 住这种旧楼,而且住的是高层五楼六楼七楼的 身体好的时候还行,身体不好的时候上下楼太不方便了 下趟楼太费劲了,多难你知道吗 如果这个时候按了电梯,老人出行就方便多了 对老人来说是太大的好事了 你们这些反对的人呢,就是太自私了 人呢,都有老的时候,应该多体谅体谅老人 为老人多想一想,不能那么自私 你也有老那天啊,是不是? 还有人说呀,哎呀,我告诉你 那国家为了啊,给老百姓谋取这个福利,给老年人谋取这个福利 投入多大,你知道吗?你觉得你可能自己花点钱 但是你花那点钱够吗?那都是国家给予了很多补贴才行的啊 那你说国家图了什么?花着钱啊 不就是为了老百姓的福利,让老百姓生活的更好吗? 让老年人上下楼不那么费劲吗?啊? 所以说就这样的事情,你们还不支持 你们太不像话了,啊,是不是反对人都这么说 当然,对这件事情呢,我以前的观点我就不聊了 如果有朋友想知道可以去看啊 我聊得非常细致,每一点我都说到了 今天不说那个专点了 今天咱们就说一个什么呢 咱们就来聊聊,就来聊聊为老人谋福利这件事情 好不好?安装电,加装电梯 咱们说呢?首先第一点啊,咱得承认 如果加装了电梯,对一些老人的出行 尤其身体不好的,住老旧小区高层的老人出行 确实起到一定作用 坐电梯嘛,总比走着想你上六楼七楼 到了一定岁数,确实很难上去 这是对的 第二点啊,咱也得承认国家确实给了不少补贴啊 可能各地政策呢,有一些区别 补贴不一样啊,有的说补贴二十万 有的说补贴十五万的啊 补贴力度有大有小 但是啊,据说啊,有的地区一般都达到百分之四十的补贴 这个力度,暂时话时说,不可谓不大 花钱不可谓不多 不可谓国家没有为老年人饶想啊,确实是这样 但是,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来了呢? 如果说啊,咱们为老人谋福利,咱们都说了,家装电梯,那边大家也知道说什么 有二点六万亿的潜在市场 二点六万亿啊 天文数字,好了 那么你想想,国家补贴这个得补贴多少 咱就比如说啊,多点算吧 咱补贴个四十三十的啊,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的 那么,国家补贴得将近万亿啊 多大一笔数字啊 我们国家财政也不如意拿出这么多钱,来补贴老百姓,来为老人谋福利 好事,好事啊 可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问题来了 那么,同样花这么多钱 一定要安装电梯,才是最好的为老年朋友谋福利吗 如果我们把这些钱放到其他的地方 为老人谋取其他的福利,会不会更好呢 我不知道,我只是和大家探讨一下,朋友们看看怎么样 比如说,国家说的,我们现在不讲浪贴体了 不给老人谋取这个福利了 但是这个钱呢,我们还是要投入的 投入到哪里呢,咱看一看 比如说啊,投入到老年朋友的医疗方面 啊,比如说我这部分钱,怎么着 面对七,比如说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吧 啊,这些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以现在的报销比例给予大幅的提高,提高一些 啊,不能大幅吧,反正给予提高一些 或者是呢,让现在老人看病啊 实际的费用,支出费用 你说七十岁以上也行 或六十五岁以上也行 你这个年龄自己定,对吧 让他们的支出费用更减少一些 现在反正啊,老宋经历过的 家里面老人看病啊 虽然有报销比例 但是他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自费部分 各种各样的情况 反正家里这边,我家这边老人就有几个看病的 啊,基本上最后 个人支出都得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啊,报销部分在保持五十左右 虽然说呢,百分之八十五,百分之九十啊 这样的报销比例 但是大部分是这样的 那我们是不是把这部分钱投到这里 让老百姓少花一点呢 比例提高一点呢 那么我就想问问啊 所有的老年朋友们 为了你们谋福利吗 那你们认为 是把这个投入到你的家装电梯里更支持呢 还是把这个投入到医疗领域 让你们报销比例更高一些 你更支持呢 你更支持呢 咱们再说第二个 例如这么多的钱 咱们把这么的钱投入到养老事业当中 比如说多建一些公立的养老院 然后这些公立老养院建成之后呢 让我们的老年朋友 比如说还是岁数大的 七十八十岁老年朋友 可以用相对比较低的价钱 然后入住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公立养老院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对老人也是谋福利呢 那么也是同样的 到底你如果是一个老年人的情况下 那么你认为这个钱投入到家装电梯里 还是投入到这些养老去够啊 投入到公立养老院这种情况啊 你认为哪种谋福利你更支持呢 你认为哪种够好呢 你明白老宋的意思吧 我还是那句话 既然是给老人谋福利 那么咱们得用优先 哪个更急迫 哪个对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 对老人的老年生活 晚年生活更好 我们就先做哪个 对吧 反正这些钱投入进去了 那么好了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旧楼改造家装电梯 和我举那几个例子 或者你们有更好的想法 咱们来说 哪个你认为更应该先投入 哪个应该后投入 或者哪个应该暂时不投入 你们更支持哪个呢 老店朋友你说呢 嗯 是不是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宋看大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